今天特别开心,为什么呢? 这个香港的事情,常常令我惠心微笑 我做了KL不太久,刚刚过了6个月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我不是自大,不好意思 我是觉得很多焦点,为什么突然放在那里 其实我是一个新人,老实说 有些朋友,我老婆经常跟我说 谁呢?又说你呀?又说你呀?又说你呀? 有些是说我好的,有些是很差 我其实是一个新人,老实说 我最新的,有没有新得过我? 有的,但是我是很新的,我做了6个月 多几天而已,今天是3号 我29号开始做的,6个月来 3、4天而已,真的好玩玩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今天看 施泳青 730一篇文章 他批评有关于 有些人是什么 恶势 我直接觉得他在说我 起码我是其中一份子 因为为什么呢? 你会看下去就知道 我觉得真真正正的国势 绝对是施泳青 他叫施恶人 为什么呢? 大家听下去就知道 你看看这个人是多么不知所谓 以前我都很尊敬施生的 但是看完这篇文章 我觉得他超级不知所谓 为什么说你不知所谓? 因为要欠我的东西 看一看 中原创办人施泳青在旗下的730 应该是赞扬 全面撤压是政府近年一行 收效明显的佳积 但政府不可调以轻心 因为世界变得比以前复杂 政府不可以失去敌情的观念 厉害啊!施泳好耶! 就飞入棺材之前 就开始非常接近共产的理念 就是用回共产的智慧 不可以失去敌情的观念 即是说 黎家先生是企图什么呢? 明明是政府 就是要 对付你这些 地产霸权 打死你这些高楼价 他很厉害啊! 于是乎 但是经济太差了 那就先放一放 不要弄亂 他就扭了 开始扭曲了 哎呀!你不要放 你看现在人们说你跌了 不要啊! 你要做好一点 撑高一点的楼价 不要失去敌情的观念 他现在将焦点移了 明明是焦点要对付楼价 放住不炒 这是很清晰的 整个中央的政策 他现在不是啦! 他又如何? 先拉一群敌人出来 你这群混蛋 想做楼价 这群真贱人 这群真贱人 哇!很糟 中央我们一起对爆他 是这样啊! 搞不搞笑? 这个很明显不是中央的 先生!你不要觉得中央那么幼稚 好吗?你真的觉得可以吗?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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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还有KOL 说楼价不行啊! 哎呀!这些人 是一群恶势力 小针点啊! 我告诉你 那些恶势力 包括中央 中央也是要楼价 不可以升 要跌 包括中央 哇!你这些人 真是毒辣啊! 这种移形换影手法 或者是 乾坤大挪移 一移进去 哈哈哈哈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搞血解决了 这些人 我现在叫做实头皮 这种实头皮的人物 真是 好实啊! 好了! 世上有 传了一股 恶势力 不想向香港 欣欣向永 是的! 第一个问题 我先和你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 香港欣欣向永 你叫香港欣欣向永 即是说 刘家昇就是 香港欣向永 是不是? 现在政府 中央是不准刘家昇的 那就是说 中央政府 不准香港 或者中国大陆 欣欣向永 你这条PK 你这些人 你是不是反中央 原来是你 才是最终的策画者 原来你在背后 撑住 地产霸权 不怪的 原来 施生你的马仔最多 一路撑住 地产霸权是你 原来地产 一路越来越贵 香港的楼市越来越贵 那就叫做 香港欣欣向永 哈哈 你这些人 原来最终的是你 好了 这次揭露了 他认为 你觉得楼价不是一路向上升 就是走向活乐渠拜 这个就是你的说话 他认为政府不可以在撤蜡 就袖手旁观 应该不断推出新政策 去巩固撤蜡的效果 我想说 撤蜡是巩固什么效果 就是什么效果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是什么效果 最终就是楼价升 对不对 难道楼价跌是最终的效果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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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用词 闪闪叔叔 就可以掩饰到你的 这些扑街的意念 你的扑街的意念 在那里面 就是什么呢 楼价升 就是对了 楼价升就是欣欣向荣 不是 楼价跌 就是 哇 拒败了 你这扑街 你真是想 中央政府 要支持 继续 你们这些炒家也好 叫你的地产商也好 继续又好 一路赚大钱 就是最適合的 遇到大家炒一炒家 我跟你说 阿施生 好用的 大家都明白 你写这些文章 其实是 我会觉得 我在北京也居住过 当然啦 你认为这些文章 不会引起反效果 你猜中央是不是已经定调 你觉得 这些文章出现了之后 中央会怎么看 我会觉得 中央很肯定 你就是一个 敌人 你就是敌人 我跟你说 你以为是这么个人 你写完这些文章 你说 哎呀不要这样啦 不要搞到渠敗啦 是不是呀 哎呀不要拆垃 撤垃之后就袖手旁观 不行的 应该不断推出新的政策 不断推出新的政策 譬如说 以后大家的强征夹 都拿出来买房子 跟着呢 那些炒家 买房子 每人赚钱 送多些 不用交税 是吧 你不是瘋了 你明明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你不是傻了 有一个误居的思念 是清幼的 这种蠢的 你这样 我保保 我保保 一定是清理 我跟你说 一定是清理 你一定是一个焦点 你这帅人 難怪十亿不给你了 老实 给什么差事啊 你这些人 大哥 你看看 这批不想香港好起来的 是恶势力 你不要把焦点放在恶势力上 我跟你说 恶势力就是你 你就是真正的恶势力 你賺了很多錢 而且 很不甘心 見到錢 還不夠多 跌下來 現在生意很難做 不行 你要繼續 繼續賺更多的錢 這個就是你的惡勢力 你拿著那些樓盤的買家 然後把那些買家移過去買新樓 對嗎 因為那些更多勇 你不能夠 說我含血噴人瓜 你沒有這樣做 所以二手就死了 這些是你的手法 你以為你是否有惡勢力 連地產 大亨也要聽你怎樣 你想想 以前他們給 1% 也不用 賣新樓 現在 要給3.5% 甚至乎有些15% 30%也要給啊 因為那些客人都握在你們手 於是 你就用客人來威脅人 對不對 沒有說錯了 那你還是不夠 不滿足 就是有了切辣 你是不是賺得很少 我們賺得很好吃 再切辣 然後之前又說 什麼 把那些強積金的 拿了錢出來 買樓了 把樓市 你賺了錢最好 那就是欣欣向榮 是你的袋欣欣向榮 還是全香港欣欣向榮 你做人有沒有良心 你這麼壞格 阿施先生 你有沒有想過多少人呢 是因為那間樓 真的要供多小 大哥 幾十年是很慘的 真的好像每個人都說 我收到新消息了 那我就去炒了 你賺了多少錢 不少了是不是 夠了嗎 還沒夠 繼續賺 繼續賺 所有錢給你好不好 你有沒有良心啊 香港人 幾多人幾慘 樓價跌少少 他們就趴街了 你想想你現在繼續不停的亂說 樓價很好啊 你知不知道你會害死很多人 你害死那些人 你的心怎麼過意得去 你自己不懂分析的嗎 你不知道香港樓價會跌下去嗎 你清楚 你會不會 睡不著啊 你會不會覺得 你害了很多人 人家傾家蕩產 你的良心過意不去 你有沒有人性啊 你又說 樓市很快就回到切辣的皮態了嗎 因此樓應該早點賣 遲賣就會虧底 你說當然有些人 惡勢力地說 此外他們還會叫一些樓港生活的人 寧願租樓 這個是我來的 我叫這樣做 我想你是看了我很多 很多片子多謝你先啊 首先啊 不要買樓啊 租樓好了 我是不停地叫人說 對 他擔心市場會因此而形成 負面的互動 即使香港的經濟有改善 樓市亦會難起息 所以並破壞重建的信心 你不用擔心 你怎麼跟你講 第一 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 當香港的市民 是很愚蠢 每一個人都有分析能力 你要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還是要購買 不購買 現在的情況大家看到 一直一直跌落 地產商 那麼加價嗎 會嗎 你不見了撤賴的效應 很快就沒有了嗎 你不知道嗎 你說謊 你讲点不讲点 我们看看这些资料 然后提醒政府 不能在撤压之后就袖手旁观 什么都不做 不断推出新政策 我不知道推出什么政策 要提出提议 其实不少内地人 出上来的职业 但他们无法将内地资金 调来香港卖楼 他担心政府不敢 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央提出要求 但是他认为中央政府 既可以 容许资金去澳门赌钱 就没理由不容许资金来香港 卖楼 又指中央如果临界这方面通拥 香港楼市就会不审 这一段 100%施永清 你是抄我的 你是看了我 4月22日出的一条片 那条片叫做 《拯救香港战胜北上》 你用你自己的 不过你都習慣了掩住你的良心 你这条仆街 你不会认的 是不是 你怎会认的 我看过《留定基》那条片 所以我就想到 是啊 哎呀 照你的资金要下来 对 是 我是说了这件事 你就是看到 然后你就说 哎呀 是啊 大陆资金要下来 要不然 就不合理 要给澳门赌 什么 全部都是抄我的 我跟你说 你又不给我版权 我当然是骂你了 明白 你这么没用啊 你个人这么大了 已 用自己的脑头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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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总是抄 你没脑子吗 没有脑子吗 还这么大个老板 赚这么多钱 没有脑子吗 没有脑子 没有脑子 没有脑子就抄人家 不知所为 Doncs你罵得对 不是 你都把账带 você给我 是不是 你幾不知所謂呀 天天走去 搞了你AM730又去寫了你的文章 你沒有資料就不要寫了是不是呀 沒有資料就打電話給我嘛 胡亂抄 不知所謂 我跟你說 那些惡勢力是甚麼呢 真真正正是你自己回去照顧鏡 你在地產那裏賺了多少錢 賺了多少香港人的血汗錢 現在還未夠 還希望你下一代賺下去 繼續賺 是不是 我跟你說 好日子不是那麼重 你自己知道的 你已經明白的 沒用的 你寫這文章 老實 我們在北京也住過 我會覺得 我有空要建議中央怎樣去 怎樣去對付一下你們 不是怎麼搞的 我已經教了你 你去拼了那條條子 然後找錢下來 那我要教了中央怎樣去 搞探你們 給一下計算吧 雖然我沒有收中央錢 不要緊 我覺得我 值得這樣做 放心 我覺得 很好笑 因為其實我做KOL 只是 讓退休那麼慢 沒甚麼所謂 但是你能看到很多東西 第一 覺得人的水平很低 施永青的不知所謂 剪輯人少少東西 亂說 哎呀中央啦 給了澳門賺錢啦 你不是不可以剪輯 老實說 但是你這麼大的老闆 你給回一些copyright 你沒那麼 沒那麼侮辱你自己嘛 你沒有錢嘛 你很窮嗎 對不對 對不對 給回一萬幾千 也要啦 收回封老毛啊 還有 很悲哀呀 你明白嗎 我們有時候看你的文章 看到你這樣抄法 覺得你很低能 做一個大老闆 你不應該那麼低能 你自己問一下你的良心 你 你想不到的idea 別人想到的 你是否應該說 我看到這篇文章 其實都應該合理呀 那就說得了 有什麼所謂 從來都沒有別人這樣說過 是我留定堅說的 真的 很失望呀 小三 我覺得我以前也挺敬重的 你雖然說是貪錢 但是OK的 誰不貪錢 但是 你沒理由這樣的 在這一方面 你就是表現令人失望 希望你長大一點 幾十歲的人就已經死了 哎呀 怎麼會 那麼差的表現 你留下一個 black mark 哎呀 真噁心 然後呢 又沒有機會回香港 不是在這個墳墓 加回到black mark 真是壞 好了 就說什麼 即是 即是 及時全面撤納 可謂是香港的特區政府 近一年 明顯的階跡 剛才說了 一手 市場的成交立即倍增 啊 不到一個星期市場 氣氛就突然扭轉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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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個月 它又再扭轉 啊 發展商沒有信心 開本就變成 部署更多 其實你講一大堆這些 真是廢話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過了到了4月 大家知道了 那個窩掉了 明不明白 即是你再講這些是無意義的 你是不是想著寫完這些 你騙一下普通市民 可能會 大家沒辦法看資料 那不奇怪 但是你覺得是你騙到中央 你現在是企圖叫中央繼續 施壓 去做多其他事情 放寬 明不明白的意思 就像你提議的那樣 強積金那些 把錢都拿出來 買樓給他們 想是這樣的 對不對 那你覺得中央會不會聽你說的 對呀 再升 繼續升 那為什麼麻煩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我跟你講一下 師先生 我再加一條計劃給你了 你立即叫中央停所有樓 不准起 張林權就是這樣 所有樓不准起 所有的公共房屋不准起 所有的明日大約全部不准起 好棒啊 留下所有錢 補貼人家去買樓 包來勝 包來勝 對不對 沒有樓不准起 說明了以後 四十多萬個單位十年 沒有了 四萬個 十年四萬 明天立即升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明白嗎 你這樣提中央就行了 你最厲害了 一手推翻了中央做的事 你最好 你最沒得撐 你做特首啦 我建議啦 你去中南海 你取代主席的位置 你這麼厲害 說了 要香港的樓市跌 說到明 要人人買些樓 不是 你說不行 你厲害了 你兇過了 你最兇 你何止是兇勢力的 你說了事 你去啦 你去中南海啦 我覺得你應該的 你是這樣的卡士 我們這些年輕人沒用的 你呀 你去中南海叫 主席下台下台 你上去 施永青你厲害 沒得撐 你認為這樣才會救香港 正 你現在的言論是甚麼 是反抗中央 你正常站在中央的對面 你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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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的認為 我想你跟一班地產商一樣 總之香港的樓價一直在升 地價再升就對了 絕對是這樣的 你不用看了 你為什麼忍悔這麼說 怎麼那麼麻煩呢 你直接說吧 中央你錯了 你不應該打擊香港的樓市 對不對 你幹嘛 弄了辣椒 全錯了 還要蓋了幾十萬 老實說 現在為什麼樓價會跌 蓋了很多樓 立即下令 所有樓不准賣 明天立即升 只剩幾萬個 沒問題 你說十年內都不准蓋樓 立即行 對不對 你做特首就怎麼辦 你做主席 你那麼厲害 你何止做特首 直接做中央 沒問題 你做主席 一定行 踢走所有中央的人 你厲害了 對 全中國由你帶領 輕盛 這樣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你說 劉家昇 就是 輕盛 你 我支持你去做主席 真的 沒得頂 絕對比李嘉誠 你很厲害 你應該開個黨 直接去中原黨 整個中原黨就統領中國了 共產黨被你打倒 一定是你 絕對100%是你 你說全面撤爛 得益的不止只是一手樓 二手樓的交求也大幅回升 你有沒有看數字 二手樓沒有了 現在 回到1、2月 你怎麼說 你不知道嗎 當時 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沒有資料的嗎 你寫什麼文章 你不懂資料 亂說什麼 說錯 你是全香港最多資料的人 你就說錯 你是故意的 你想害人 想知道 想人不知道真實的情況 然後在這個情況 買了樓 你面目可憎不知所為 所以你說 爭相買樓 撤爛之後 小業主隊後市又恢復信心 有多少 恢復信心 為什麼大堆人還要減價 洩賣 恢復信心就不應該賣樓了 什麼二手都應該賣 你應該勸別人不要賣 不如你叫你的地產經紀 每個人在賣樓的時候 你不要賣 賣什麼 你只叫人買樓 賣的全部都不要賣 對不對 賣什麼 然後又升了 那就行 這樣 如果你現在賣 輸了錢 我賠給你 那就行 留的 師生 你沒得撐 蔡養物業股價署說 公佈什麼1%殺貴氣 你自己有了 回避了一個 資產大徵發的洗劫 資產大徵發洗劫已經來了 也無聲什麼回避 你問那些蝕樣的資產大洗劫有沒有回避了 回避了 現在個個都是這樣蝕 7、8年前都要蝕 有什麼回避 沒有回避 中央如果回避的話 他就不會 蓋那麼多樓 蓋那麼多地 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師生 你說其他都沒有意義的 你 要做什麼計劃 做什麼什麼都沒有用的 你建議 停了所有地 公屋全部都不給蓋 什麼劏房 劏房都沒有給他住 那你就買樓 200人夾份買一層300呎樓住下去 這就是你的建議 你認為這樣最好 香港就安定繁榮 大家繼續炒樓 地產公司賺得最多錢 中介又賺得最多錢 對不對 那就最好了 你建議嘛 實際上是這樣 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我保證 我都不敢立即有任何意見 百分之一百 只要你 下令一聲 叫中央 停了所有項目 所有樓 所有公屋 新樓 全部不准蓋 全部不准 沒有供應 那就是買私樓 那你就賺大錢 每天都排隊 中原那裏都排隊 發財 對不對 你既然是想這樣的 為什麼不直接說 無謂啊 閃閃縮縮縮的樣子 做人不要那麼閃縮 怎麼這麼有錢 我有點不明白的 一個這麼有錢的人搞成這樣 我真的很痛心 所以你就說 因為切得全面 以外還切得及時 不切得及時 傻子 以你的情況來說 早就應該切啦 對不對 上年就應該切 錯了 中央錯你 沒有失去敵情的觀念 世界上傳了一組惡勢力 我都說了 狗狗勢力是你的 你以為中央知不知呢 我們這些叫惡勢力 你節省一點啦 我跟你說 你就惡勢力啦 地產商也惡勢力啦 你們又賺多少錢 你們不是惡勢力 你們扭曲了事實 你說是不是惡勢力 有誰會覺得 這些無權無勢的KL有機會 和你們中原地產那大班大媽沙去比 對不對 但是大媽沙和你們 就是真真正正的香港的惡勢力 中央很清楚 是的 他們現在要對付你 沒錯 你又勸他 不是啦 不要啦 哎呀 惡勢力在那裏 我真的覺得很幼稚 我們希望看到香港走向渠敗 而最能反映香港的正在沒落的就是 樓價10級以上 以下是不是 我們看到 因為這是中央的政策 我跟你說 你這樣反過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你以為反過來說就是中央就會扭轉了 你直接說就行了 直接說我也說 你大聲說 哎呀 那些傢伙是正仆街來的 總之現在 所有樓不會起 所有新地你認錯了 所有政府官員出來鞠躬 下季 我們做錯了 不應該供應那麼多土地 不應該蓋那麼多樓 那些什麼新明日大嶼 那些什麼新界 東北全部不可以開發 十年之後才說 那就行了 你都死了 差不多 那你就賺了錢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覺得你應該要進去做中央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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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絕對是 應該取代主席的位 真是對 你沒得撐 好啦 接著他又說什麼 朗言峰的銷程 1Q清袋 銷程比 預期好的 他另外一個文章 那 他講了很多東西 預計賣了七八成 怎料1Q清袋 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 詩先生 所謂1Q清袋 就是你們安排的 不是這麼搞笑 你假裝不知道 你跟美聯的 合起來 齊了票 交給地產商 他有多少票 他就決定 開多少 第一期 賣多少樓 對不對 接著 就1Q清袋 上次的餐廳不能夠 1Q清袋 已經很肉酸 對不對 你不立刻跑跑跑跑 搞亂那些人 去跟他買 老實 所以 1Q清袋 50單位又可以1Q清袋 5個又可以 500個又可以 你看到有多少票 搞定了 那你不會叫他1Q清袋 這叫做宵情好嗎 你不是不知道嗎 你不是當其他人都傻嗎 大大隻字寫1Q清袋 賣5個1Q清袋 什麼叫做1Q清袋 1Q清袋是以前那些 所有整個地盤 所有全部都賣了 賣了 這些真真正的1Q清袋 你這些不是1Q清袋 大哥 大哥 在一個袋裏面 只有一顆 球 放在一個洞前面 啪 那你就叫做1Q清袋 你也挺幼稚的 我覺得你不要當人白癡 你是有個AM730 但是現在大家都有很多平台 都可以少一下你的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 大了 沒有用的 你不要以為你的口大 其他人要聽你說的 沒有這樣 就是一不一Q清袋 是你們安排的 你拿著一些資料 你又不放 就是 就在亂說 你說 切辣了之後很好 但是 3月切辣 我應該沒有記錯 這個資料 是4170宗 新樓 但是4月就變成1778宗 你就只是說4月 1778宗 就不說3月 3月和4月跌了58%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你不說 我想說你有沒有良心 你這樣會害死一些人 搞到別人日後 傾家蕩產 這件事是我很討厭你的地方 你這樣都說好 你不就 要不就白癡 要不就 指鹿為馬 亂說 為什麼你不說清楚呢 你不是很貴的社會嗎 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那些 正義去了哪裡 你現在不夠錢 你還要錢 買一副漂亮的棺材 為什麼你還是這樣 我很不明白 我很想知道 這些錢可以蒙住你的良心 還是你根本就已經沒有了良心 他不提醒買家其他負面的消息 譬如說 上年剩下2萬多個單位賣不出 今年又有2萬多個落成 明年又有2萬多個落成 根本就沒有可能賣得完 他是清楚 施永青是清清楚楚 他沒有提到大家 二手盤已經是崩盤 然後成交已經回到1、2月 跟徹底沒有分別 為什麼他拿了所有買家 就去了買一手盤 因為那些多些勇 對嗎 沒錯 這新盤 每個人都減價 但是全部都賣不完 賣不完又令到那些貨幣窄得更多 這是現實 為什麼是好 這是好嗎 尤其是 啟德 過萬個 撲硬 這些施永青是很清楚 他想著良心 就是騙人 我覺得 這些絕對是仆街的行為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 有那麼多錢之後 還要賣得那麼可惡 我是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不如你問一下你的子女 他怎樣去看你 好嗎 然後 他就說樓市反覆向上是主旋律 我不明白 這個主旋律 你有問過中央 你認為真是主旋律 當初 中央 還要告訴別人 這個 防住不炒 為什麼 你解釋一下 總之你認為 中央現在要求樓不斷向上 是不一樣的 很簡單 如果是這樣 不賣地 已經是一招了 現在是因為沒有人買不賣地 不如 收回所有地 都說不要興建就行了 對不對 施永青 我覺得 你年紀都這麼老了 我覺得你做了這些事情 你是很對不起香港人 你是沒有資格代表香港人 我以前也覺得你拿著報紙都可以 我覺得你現在是連拿著報紙的資格都沒有 你是出賣了香港人 歷史我會覺得會認定你是一個超級賤人 這真是很嚴重的問題 人都去到這個時間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是很明白 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自己去審視一下自己 做了些什麼 說了些什麼 人是不是可以這樣 做了這麼不知所謂的事 作為香港人 我也覺得 很軟食 你年輕人也曾經試過熱血 為什麼你變成有錢之後 你這麼不知所謂 絕對是不知所謂 很噁心 多謝大家 希望你點贊 Subscribe Bye Bye 我來答應 喔 這件事 這是什麼 我來解決